三支国小与三支区公所与国立台湾大学校使馆合作 在三支国小三支一郎主办马接来台 150周年世代传承 从台湾到国际时空阻挡不了的爱特展 展机从即日起到10月30日为止 希望透过特展让更多人认识马接家族世代传承的爱 我们也非常乐见马接国士还有他的后代 对台湾的爱还有对世界的贡献 能够被我们的老师 被我们小朋友 被我们的民众知道 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砍模 那我们如果没有王老师这样的去把它挖掘出来 事实上我们柯社阶 柯威林 爷爷这样的一个 这么优秀的公鸡 这么好的跟台湾人的一个典范 事实上都往往被历史所埋没的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 也谢谢王老师给我们三支国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们的师生可以深入地去了解这段历史 我们三支区公所非常感谢学校 也非常感谢王老师 这个以后希望这个展览能够更大 能够有更大的规模到我们全省各地 到处去让大家都能够了解我们马接国士的后人 有这么杰出能够发挥出正向的能量 来造福社会 造福人群 展场中珍贵的照片与资料展现在民众的眼前 马接娶台湾本地女子为妻 成为台湾的女婿 马接的爱深耕台湾 他乡边故乡 身后更化作台湾土 落地深耕 世事传承与奉献 代代活出极度的光彩 交织出许多爱与奉献的故事 因为我们所要介绍的马接150年 不是只停留在马接 而是他们世代的传承 那我要跟各位报告 马接世代 他们历经1884年的侵法战争 还有1944年因为美军大轰炸 1944年的二次世界大战 他们全部都是有参与 而且也见证 再加上228他们又是受害者 台湾跟英国断交接瑞连又丢了情 又中了两枪 在这150年来 马接家族他们一直都是受害者 可是他们却不断不断地 不放弃地表达对我们台湾这片土地的爱 而马接的第三代科社阶 与第四代科威林 都是在台求学长大 实实在在吃台湾米和台湾水的本土小孩 希望借由这次的特展 除了让马接博士世代传承的故事深入三枝 也要让社会大众更加认识 马接家族代代传承的爱 这条平函三枝采访报道